好 師傅 今天想問一下一個問題 很多朋友都問 其實扭膝咬布和邪行咬布有沒有什麼關聯呢 其實大家都是咬布 當然有關聯 一個是陳式的 邪行咬布 出現什麼呢 我們拍開兩次之後 就會做邪行咬布 通常會這樣連接 邪行咬布之後 我們就會做一個初修 或者我們叫做琵琶手 琵琶細 我們把握兩次就做扭膝咬布 然後就手揮琵琶 又再來扭膝咬布 上三步 好了 這個邪行咬布 留意一件事 重點是邪行 而扭膝咬布就是向前行 向前行 基於太極拳的原理 就要穿字步 明白就明白 如果不明白 就可以看回 有一條影片就是 扭膝咬布的上肩問題 那條影片有很詳盡的解釋 什麼叫穿字步 好了 我們說回 邪行就是爆兩次 在這個角度 這個前面 向斜行 這個就是一個斜行咬布 然後接 這是初手 如果我們打個新架 這個 前往 咬布 如果我們看看陽色 扭生扭部 接著手扭皮靶 然後扭生扭部 這樣上三步 而最大的分別是甚麼呢? 就是邪行 邪行的重點是甚麼呢? 與扭生扭部的用法有相似的地方 有不相似的地方 而陳昔有沒有扭生扭部呢? 其實陳昔也有扭生扭部 剛才我打的是新架的打法 前趟扭部 陳昔的扭生扭部 如果我們打腦架 現在就是邪行咬步之後 這個 這個扭生扭部 再斜行 好了 腦架和陽色很相似 原來扭生扭部 和邪行咬步 是有相似的 但有不同的 是 好了 我們先找教練幫教授示範一下 好 譬如我們很簡單 邪行咬步 就是要避正打斜 甚麼是避正打斜 即是 我現在這樣叫避正 打斜 避正線的衝撞 然後我將人 帶側 這樣 我現在這樣看 可以嗎 而扭生扭部 就是 向前 我是怎樣避 我是一個 正線 這樣側入 直接去 而扭膝 就扭到落膝 這樣扭到落膝 好了 兩者都是由白鵝兩次 引伸下去 例如我打 陽色也好 塵色也好 你都是由白鵝兩次 即是我要 挑打越來 拍這個手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 我是否對著前面 這裡 是否打開了 這裡是掌腳 是吧 師兄我一打 他鼻子 這裡進入的時間 那我這裡 是否先避正 然後先看正線 打斜 那我這裡是怎樣 是否采裂斷手 斷手 斷手師兄一曲 就是這個手 彭開 就是斜行 咬步 現在我便看著這個位 如果師兄上的時間 這裏 琵琶阿西 前趟咬步就是上 如果我不做前趟咬步 我便做回扭塞咬步 是否在這裏才進入 是否 又做回那個 琵琶阿西 裏 這裡 那便是扭塞 咬步 咬步 咬步就是要做到 好 前腳 後手 產生一個 對扭 左腳 右手 是否向前推 好 那師兄一退 這裡 是否向前推 那便會跌 那如果師兄再退到 那我就避正 是否在這裏 拿回一條線 不跟它衝 那這就是塵式的打法 那如果打陽式的打法 就追上去 我之前也說過 師傅 我有些問題想問 其實腦架裏 叫做邪行 而這叫邪行勢 其實 扭塞和咬步亦是分開的 有沒有邪行咬步 應該怎樣去看這件事 腦架裏 邪行即是邪形 邪步即是要求 而後面 這個 這個 腦架裏面 叫做邪塞 上這個 今天有些朋友 叫做上三步 其實邪塞 陽色太極 這個叫邪塞 這個就是 陽色和塵色 最大的分別 就是前師 陽色有點相似 不過問題 大家用的境路不同 我們陽色 就說 運勁如抽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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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好嗎